刚才各派掌门商议决定 谁拥有金梅梅 谁就是武林盟主 八大门派的掌门商议决定 谁能找回武林至宝金梅瓶 谁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 顿时在江湖上掀起滔天巨蜡 所有江湖人士都在寻找金梅瓶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 有消息说金梅瓶在宝石山庄 庄主舒无戏的女儿舒动人 知道金梅瓶的具体下落 因此舒动人回家醒清时 遭到了一群黑衣人的袭击 这群飞翼人的武功很是高强 轻松解决了舒动人的护卫 舒动人见识不妙 趁着局面混乱逃了出去 可很快就被三名黑衣人抓住 就在飞翼人逼问金梅瓶的下落时 冷血和诸葛青青两人到来适逢其会 冷血月上半空挥出了一道剑气 轻松秒杀了三大黑衣人 舒动人也因为惊吓过度 直接体力不知晕倒了过去 冷血和诸葛青青健壮 将舒动人送回了宝石山庄 舒动人醒来见到了舒无戏 说出黑衣人之所以抓他 是为了一个叫做金梅瓶的东西 金梅瓶 对啊 金梅瓶是什么 他在我们府里吗 这太奇怪了 他们怎么会找上你呢 爹 金梅瓶就在我们府里对不对 当然没有啊 舒无戏表示金梅瓶不在宝石山庄 让舒动人好好休息不要乱想 可奇怪的是 舒动人身体恢复后 就开始在宝石山庄四处翻找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追命偶然间发现了此事 热情的上前向舒动人打招呼 提出要帮舒动人寻找 舒动人看着送上门来的田狗 趁机出言询问起了追命 对了 我不知道 我爹一向都把真情物品藏在哪了 应该不是藏在书房里吧 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说的也是 眼见追命不知道藏宝石的下落 舒动人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随意说了两句话后转身离去 夜晚降临 舒动人发现窗户前有个黑影 追出去见到了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的身法极快 三两下就已经消失不见 察觉到不对劲的舒动人 竟然出手打晕了一个丫鬟 果然就在一炷香时间后 黑衣人重新闯入舒动人的房间 出手点了舒动人的穴道 带着舒动人离开了宝石山庄 黑衣人揭开面巾露出真容 竟然是铁手的舅舅杨坚 显然他也是为了精美品 然而就在这时 林洛世突然出现在房间之中 将杨坚给吓得不轻 将军 里边是谁啊 里面是 舒武器的女儿 舒动人 我要你去抓她了吗 眼见不经过自己允许 杨坚就私自行动抓捕舒动人 这不得不让林洛世怀疑 杨坚是要独吞金梅瓶 此言一出将杨坚吓得不轻 连忙向林洛世表达忠诚 放言若是找到金梅瓶 一定会将金梅瓶交给林洛世 林洛世的表情意味深长 命令杨坚立刻逼问金梅瓶的下落 哪知杨坚打开被褥 却发现里面的人并非是舒动人 这局 不管是谁 林洛世认为已经打草惊蛇 这时候再去宝石山庄 也定然不会有任何收获 不如从杨坚的外甥铁手口中 打探关于金梅瓶的下落 这样反而会顿稳妥一些 画面一转 因为追命时常去见舒动人 让喜欢追命的花带珍促进大发 于是花带珍偷偷观察舒动人 发现他竟然在半夜悄悄离开了宝石山庄 堂堂黄飞 半夜一个人要去哪 莫飞去跟追命约会 不行 我要去看看 花带珍歪打正着追了上去 竟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这个舒动人是假的 他的真实身份乃是英灵教的教主 由于修炼了化身神功 所以就连舒无戏也看不出半点破绽 连舒无戏那老头 都看不出来我不是他女儿 还有谁能识破我阴记的真面目呢 原来他不是真的舒动人 总算让我看到你的真面目呢 我看你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